为进一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于9月1日正式展开 当天下午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携家人前往伊丽莎博体育馆检测站接受核酸检测 我和家人全部我们一家四口在香港都来了 梁振英及一家人进入检测站后约10分钟即走出 他微笑表示整个过程非常流畅 首先整个城市非常流畅 梁振英表示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对于当下的香港非常必要 只要找出新冠病毒的隐形携带者 尽早进行隔离治疗 才能逐步将确诊人数清零 以尽快恢复与内地各项交往的正常化 那么现在呢 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呢 只能在香港九龙新界 这三个地区 1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走动 对我们的生活 生产造成的影响极大 可能是我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他 所以这个我们接近全民的这么一个检测呢 是很有必要的 一段时间以来 香港社会存在少数人散播谣言 制造恐慌 诋毁抹黑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企图干扰并阻止香港市民参与检测 对此梁振英表示 民怨是反对派的本钱 这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政治炒作 这完全是政治上的一个炒作 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也没有社会学上的一个根据 我跟他们呢 心里面其实希望什么呢 希望香港的疫情能够继续下去 那继续疫情继续下去呢 使得我们民生民生啊 我们正常的社会秩序呢 都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呢 就有民怨 有民怨呢 对他们来说呢 就是一个 闹这个政治本钱的一个有利因素 不做这个检测 在社会上到处走动 那么这个不是 说得严重一些 不审缺德吗 所以呢 我呼吁呢 这个反对派呢 就我们市民大众的健康这个问题上呢 不要再做政治炒作了